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目前我们已经紧急通知 爱诚的父母从马来西亚赶来台湾 相关的手续我们都跟政府在洽办当中 相信很快就会抵达台湾 参与我们的智商的事宜 爱诚因为他是基督徒 所以说他会跟着教会一起来 举办他的宗教仪式 不放弃吧 人生都不能放弃 卖海南鸡饭的就是演我自己啦 所以今天呢 我最想要说这件事情造成他的 他陪我走过太多我在台湾经历的事情 比任何事都还激烈的事件 他都陪我走过来 所以没有什么不能走过来 帮我走过来 嗯